二加策 比赛练一手 比赛练一手 这把还应该不会选择攻速线 应该是不会攻速线 其实这个板子如果玩的话 卡牌真的我觉得BLG挺难受的 是 因为感觉BLG这边的开团 包括边线的处理也不太好 动这个卡牌 主要就是如果PSG拿卡牌 BLG就面临这个情况 他们必须要换线 然后让卢娜去对上卡牌 那这样你就会代表一个 则利也会面对一个奎桑提爽发育 就是你按住一头按不住另一头了 而且其实卡牌在换的时候 其实帮助队友还是很好帮助的 是的 我们打得很好 但是这些小失误要尽量避免 对 就是前期没问题 16分钟领先8前 这个差距是非常大的 但是中期确实给了很多拨机会 来吧 看看这一局 夏洛 是这些辅助之间的激情换血 你还别说这哥们长得好像阿斌 冰哥兄弟 下落9也是过来 帮助队友去守护下这个眼位 是的 就不让你插一个表实的脸 是的 这把是终于正常的对上线了 因为他也觉得这把泽利的路 其实换线没必要 你在下落对线是可以的 对 因为前三级卢娜的对线强度是比较低的 是的 得等等级起来之后 这是1级想骚扰一下薰 猴子前期其实他刷野的效率会比较的慢 对 而且 来抓了一下开野 你像这种甲克斯啊螃蟹 都可以在前面这样玩一下 拖一下嗨骨 这个1级的处理感觉比较更占优起啊 因为露露那个Q刚好 有一个小Q是Q要冰上的 妮口在现在的 直接往上滑 交治疗 下落直接把技能基本的交的是3-3-2-2了 是 多逼了张二世技能啊 逼输了对方的治疗以及荒盾 而中路方面的话就在前期 连续推下就可以了 但是卓利先抢2 有张二世技能的领先 吃了也给了 是 但艾奥和另外一个是进化 所以也不太好打到底 是的 本身PSG先上二线打一波 但是 BLG这里经验卡的也很好 是的 一个边之后直接到二级反打 两边现在下落都没有太多的补给了 滑上来 但有一个护盾 直接Q技能闪耀长前空了 那这样对话 对于BLG来讲还是可以接受的 这就是正常队上线的下落 打得好激烈啊 对 其实在前期 就这个组合的对线更考验的是 纳美的换手吃右 和这个露露的伞耀长枪 要注意位 要注意位的位置 位已经来了 闪耀过来 艾奥克很尴尬 但身上还有伞 还有伞 伞在Q闪下躲 反应很快 军下这个位置 打一个格闪打牛 但是伤害也不够 轩来了 这个无地有个闪了 是的 然后艾奥克是有个进化 哦呦 所以刚才给了个枪穿低光 两边下落打得好激情啊 这其实是BLG想去跟你打的对线嘛 嗯 就凭借着操作在前期去跟你换血 但俊佳这个变奏 我觉得变得确实挺好的 就是他这一波编奏 让艾奥克交完闪之后 可能后面BLG就不好压得那么熏了 对 他这个思路是三级 刷完三组也怪 看到价格打得很凶 我直接过来先找你一波 对 上路欧加特打 奎桑提也是一个优势对线 嗯 这把其实PLG三条路的对线 从英雄属性来讲的话 都不难打对吧 尤其Niko啊 我感觉在六级之后 这个中路一定要小心 抱下Mikko能迷死 这个其实对于BLG来讲的话 有点头疼的 两边中路是都把T给交了 选择里选择刷六组 然后去看上路核道线 对于猴子来说 他肯定是希望前期还是少打架 多发育 到达六级再说 两边换下雪 这个抢上机关空了 这样的话Bat也换下雪 稍微亏一些 嗯 现在今天选择下路对线的手感 这边还可以啊 包括Lulu的盾给的也很及时 Bat的走位也不错 好 我来继续打 这一波打的还行 现在屋底是有一个闪现的 也不太好 直接强动这个鹿鹿 嗯 但这会儿雪亮更占优势一些 不要紧这里 换朝之右 给了两下 其实这波还行 往前再顶一下 继续来 艾奥赫的压制力啊 进攻性给的很足 嗯 雪耀又打干了 两边的下路一刻都未停过 因为这把打的火药位很足啊 所以也是火龙 嗯 一直在战斗 伸出来 哇 这个雪耀给的很很准 其实这个对线的换血一直都是比较 就是更占优劣 就看以后有没有机会 在凭借没闪的时候抓一波比较好 这主要因为下半区现在视野不足 也不太好去贸然的直接拼 那这里Niko已经绕过来了 就是我刚说的那波 Niko是有闪现的 Niko是有闪现的 这波下路挺危险的 暴密死了 他这波是暴密死了 但是 双方总处理得很好 他们是一直靠着防御塔这边 把这个冰线给卡住 不能让冰线进塔 因为Niko属性可能闪现 啊 Maple 哎呀 Maple这个失误很巨大 Maple想卡一个极限距离 没想到卡的是自己的极限 这波爱和天强战啊 就只要他们两个围绕这个防御塔 Niko闪现而是一定大不到的 而且这波打完之后 感觉我们前期的压力会小很多 Maple没闪没耳 对 就看下这个资源我们选哪边了 是选乔虫呢 还是选这个小龙了 他感觉这波也是PSG联动没有做到很好 因为现在中单一个人去做事 就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对 所以他基本上还是必须要跟着打野一起来联动的 而且感觉有点急 他那波其实等兵线推进来 他等太久了其实是 他感觉是中路线有点亏 就他觉得那个兵线一直被卡住 对 他那边有点尴尬 因为骑虎难下 就必须得动了 但是Elfe的走位 他一直贴着那个墙角走 那个位置很 有点伤头 对很极限很难被大到 但这边俊佳也是抓了一个timing 能控到第一条的小龙 嗯 这条火龙被PSG控下来 那我们的话就选择这个虚空草丑 这边是没什么蓝量了 状态上面 比较的堪忧 那现在的话要轮到Night的进攻回合了 现在Night等你起来之后 有大招的一个沿缺是有机会去支援边线的 对 就看什么时候Night能把线先处理一步 等一下猴子到6吧 到6看有没有机会支援下路 是的 也要等一下ADC到6级 这个时间点可能下半周会打一波 俊佳是湿闹了6级 他想来看一下红还在不在 哎 绕到了视野 因为他自己是红刷的 他觉得这波红也刷 但其实刚才薰师难开的 这边回来 他准备等个Q直接过墙 想来找下下路 他的Q在CD 他可以等一下 但这波线是往出顶的 是的 他其实是等不到的 这个线推不进来了 对 还能卡个视野 这个位置艾奥克要小心的 如果再往前走的话就有点危险 两边的 都有闪啊 还要等 要硬的 他要硬的 因为他就有6级的 这波很危险 要来要来 他这个闪现他们的招数了 打到大招锁 给一个水炮 但是变得了 金江还是拿到那种医学 哦呦好像伤害不太够 有点难 OEN一直点 还要再杀 OEN是雷 打出三环一下 没到 眼球赶来了 眼球赶来了 有没有机会杀一个 但是Miko也在后面 Miko也是随隐而行 一直跟着眼球 这波还是PSG想要太多了 先抓到一个路线之后可以撤 但他们还是想再抓第二个 想再杀一个 但这波被暗操作了 是打烈波一换一 嗯 这波也是说这个俊俊俠挺有耐心啊 等了差不多有30秒 终于是把这个机箱给等到了 看呀 Q闪 这个锁头好像真没什么操作空间 对吧 就你能躲的也只有他的Q闪 但这个还是要太听反应了 但今天PSG这个下野的配合 确实让我很惊讶 就他们今天这个下野的状态 我觉得是挺在线的 是的已经是在中期啊 尤其是还是蛮有思路的 就是BLG已经是我们战区下野打的最好队伍了 他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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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闪杀 哇 双限杀 Betty PSG今天这个下野啊 打得也太出色了 Betty拿到两个人头 他这波机会长得太过断了 好像是Elk扛了下塔 这波算满了伤害 那这样的话 中路完成了波线下之后 整个的局势现在PSG确实更占优啊 老技福利啊 作为老将的Betty 在国际的赛场上 今天的发挥啊 确实很顶级 这波抓的机会也抓得很好 感觉BLG现在 需要稍微冷静一下了 就是不能打得那么凶了 其实很多时候更多的 要看一下自己队友的位置 能不能打成那种 一扫打一托打扫 会更好一些 那现在是一个0-2开局 主要是吧 前面下路也遭到了针对 所以现在站中线的时候 不是特别安全 不是特别稳 因为没闪嘛 就抓没闪的这个timing呢 这把泽力2-0有电刀 而且这把还有一个位 位这个锁头 一直是一个无形的威胁 这把可能需要BLG的上中野 站出来要扛下局势 让卢娜过度到自己的一个强势期 看一下猴子吧 看看猴子第一波的节奏 一会打完的时候 因为现在BLG的中野 还没有主动出击过 我们来看一下这波 你看他扛打 阿贝塔 阿贝塔 A了一下 对这波直接Betty果断开大 闪现AQ 闪现也是拉开了娜美的大招 对 这个位置太不小心了 感觉还是没有把这个塔下的这个 泽力露露当回事啊 是 直接在塔下强劲跟你点一套 其实那个时间一直卢娜 打泽力露露 看一下中路 在卖 比这个闪 勾引 对这波带的是明显在卖的 他这边应该是中野有一个交流 打了一个闪现 大招换闪 是的 同样的位置 君家过来两边 叶夫打了个照面 这边 Niko TP的位置 我们看一下 没带来是 但是被薰看到了 猴子是直接撞到了位 找Niko不来的话 这波应该越不了 上路兵的对线打得还不错 取得了一些小优 吃到一层肚层 然后他这个补兵也稍微领先一些 要稳住等上中野打团了 因为现在下路的劣势是比较大的 现在BLG需要等待上中野去参团 然后把这个局面追回来 因为前面说到了这把BLG的阵容 相较于前两把 后期是有的玩的 有一个四核 而且就卢娜更多的还是前面在 对方的中一塔掉完之后 那个战中的时候 但是那把小龙压力有点大 这把小龙有点快 11分钟 12分钟 PiG拿到了第二条小龙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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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风龙魂的话 会稍微 哦 还有跟着风龙魂 风龙魂 对 表姬这里会稍微轻松一些 是的 这个压力啊 会小一点 会小很多 但是如果PSD拿到风龙魂 这个泽力有点抓不住呀 这个泽力很滑 对 表姬也是趁势要拿一个六重 对 对 对 就是可能对于这个泽力来讲 他在前期吃的头远多 泽力的发育还是比较领先的 现在BLG这边上中野的发育是平的 下路是小利 换过来了 让奎桑继续下路抗线 看看上路能不能摸两层肚层吧 稍微补一点发育 对 帮艾奥克补一下 因为这把确实这个有六重 摸的还是比较快的 对 在旁边 还是有分身啊 直接预判你的真身 预判到了 但是因为队友不在旁边 所以没选在这些大招上 是 这个位置 阿智的大招也不太好给 对 先洗一套蹭个先攻 对 但是对方的队友赶过来了 这不要小心一点 这波艾奥要被锁吗 大招直接锁锁到了 原地被锁锁 大招是攻击给到的 被爆不来了 这波为了偷钱啊 就是为了偷了30块钱 送掉了300 太贪了 我觉得现在BLG太贪了 真的很果断 就俊家他今天这个 对于下落艾奥克的照顾 做得太到位了 不管是第一盘的大树 还是这盘的一个位啊 他确实给了BLG下落很大的一个压力 再配合厄加特的combo连招 你跑不掉的 感觉这个伤害当时确实已经是打满了 就好像跑也很难跑 跑不掉 那个位置交响也跑不掉 就是现在PIG 他这个上中也是有combo的 只要位锁到一个 然后厄加特跟Niko随便跟技能 现在兵这个位置 以奥 以奥被逮了 有Q3 能不能带一个了 但这个位置被抱回去 好像有点深入 交急跑得往后拉 嗯 跑应该是没问题 急跑一开 应该是可以跑走的 也要继续现在已经陷入了一个逆风局 对这个是在前期已经是一个逆风局了 主要红的第一波大招是被闪现给规避了 主要现在PSG的小节奏一波即日一波 他们打得很主动 还是得稳一点 而且关键你现在也是限制不了拙力的发育 对对 他这个电刀战中路洗线太快了 是的 然后后面挂一个露露 你也很难开他 必须 只要你想开他对面可能会穿出来一个位 对 开他我觉得还是凭借上中野在打大团的时候 很难看 对 你如果是凭借下路还是太难了 因为你那个大招 就是纳米的大招太难去限制泽力的一个进场了 泽力可以来回地滑 今天PSG确实是有备而来 他们对于下路的一个平凡的照顾 在这盘又是在前期取得了一些小小的领先 就感觉他们那个学习能力是挺强的 他们就准备的还是蛮充分的 他们每一次拿到下路组合 都会被BLG拿到组合的后期能力要强一些 而且他们前期其实你像第一把有点不太稳 但是在第二把之后他们基本是处理得很好 对 没有给太多的一些机会 而第三盘这个前期是他们三把以来打的最好的一个前期 是的 最好一把 而这把说阿赤 阿赤没给任何的画面 稳稳地在上路普兵 小小巫区已经解除了呀现在 是 15分钟跟上 跟他第一场的一个发育已经持平了 但这把我觉得其实能够在后期拖底的就是个炎雀 那你拳手 上中野 是的 你看上中野了 他在后面如果能开个猴子卷的一瞬间 把人给抬回来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看破脸 就有两个点嘛 一个是上中野的打团能力 BLG这边是不弱的 对 还有一个就是能不能通过炎雀在边线的支援 包括这个六重 拿一些边线的塔 然后把这个经济稍微弥补一下 因为现在有一个六重的领先 这个我觉得还是要利用一下的 小龙是落后 小龙的压力会比较大 如果在这个龙魂前面 能够把这个经济再补回来一些 在龙魂团应该是有的接的 就看龙魂团的时候 炎雀有没有三千套吧 是 因为现在经济差其实很小很小 BTSG 找起脸的机会 急到了 大招锁了 这个位置感觉有点机会 PSG 李翔想要过来倒大招 而且再来拍EQ 两个人全部打到 而且尼泊大招给上 这边的话寻感也跑不掉 PP这个位置也很尴尬 出来之后 Bingo 要怎么走 直接他就W 往后拉 怕是撒式阵阶往后跑 这边奈特的输出现在还有点低 就是这个时候BTSG 真的很勇 直接起脸 PSG 这个团战画面感太强了 泽力滑上来开大敌一瞬间 魏也跟着进场 直接锁头 就他这个魏跟泽力 露露 他得把BTSG的前三手的效果 完全提到了 是的 他是放卢娜 抢魏 然后再配合一个泽力 露露 他这个BTSG的所有教练 所预设的想法 队员们执行的也很好 他想到了 全部打出来了 他想到了我这边给你盧 那我抢魏 然后最后再去团战里面处理你 对 其实就是当时BTSG第三手 把凯斯塔搬到的原因 他就是让PLG做一个交换 对 我们来看这波 他们判断也还蛮正确的 他看到了这个露头的一瞬间 然后觉得你在正面的人不多 然后闪现做大招 感觉不该看的 就直接走就行了 我们标志下不就看太多次了 就对面开过来 老想过去就是点你两下 然后我再走 就第一时间我觉得就直接溜了 其实猴子这样被动开团 会有点难受的 能撞一头 可以撞一头 这个应该一塔可以撞掉 中路拿点资源 撞到二塔去了 但这个没有手 还是有分身 吓坏了 但是俄加特藏起来了在后面 这波的消耗做得还不错 路线扫一套 这个位置是一个标志的进攻回锁 这里是个机会 能够通过六重包括奈特分路 想去拆下二塔 再拿一个塔 OK 这波把经济搬回来一些 对 把经济是追回来一些 连推两个塔 主要是中路这两多塔 就可以代表他们后面 有更多的去把局势搬回来的可能性 这个很好 尤其是卢娜站中线的时候 这两个塔 其实拔完对他们的帮助还是蛮大的 对 因为你看到BLG这边的中塔 现在血线还挺健康的 是的 这个就是六重带来的一个隐含的 推塔上的优势吧 因为主要就是你中线视野做做好 中线一推的话 其实对于边塔是很有威胁的 还是那句话 拿塔 然后等上中线去打团 把这个 把这个经济至少先咬住 对吧 就是从那种打架 现在准备成运营了 就只能打5-5了 因为目前为止正面区硬碰硬 没有特别容易 打小团现在是完全打不了的 对 小团的话为这种锁头 再配合Niko也好 择力的太大 小团现在就是赢不了 只能打大团了 现在龙魂还有三分钟 就看这时候不要记得三分钟发育怎么样了 那这下一波帽子是肯定有的 是的 卢西安的话也是两剑 其实下波奎桑提在团战 应该是有画面的 因为现在右边的打前排能力并不强 滑上来 小超一波 然后现在必要对中上的发育 都是没有受到干扰的 你看艾尔克他滑上来 他的下意识就觉得那个草头里面有位 他还真在 是啊 这把也是俊佳 就这个俊佳 他这个位现在对于艾尔克的这个 盾盾盾防的太厉害了 他其实只要是刷两组野怪 基本就过来看你了 对 这把这个位确实效果起得太好了 一直要提防这个位 这波换取团的不错 这波还不错 大招在扫背炮 但Niko过进场 要被看到了 这波有双招可以操作 没法用的很多被表 没法打定 这波团恩战队下来 不要去打死对方的中单 还有没有后续的资源 现在大楼在 但小龙还没刷新 有点危险 就拿个瞎塔吧 是的 那这波其实没赚多少 因为艾尔克这波也是交双招的 如果再能杀一个的话 哎 还想等 被反应过来了 不可惜 反应好快 表姬 在野区 也是慢慢的在把视野布的深一些 给一个水泡到泡到了 俊佳投不回了 这部机会 抓到了 团价 来自于OA跟Night的配合 这波的小的进攻打得不错 连拿中野两个头 是的 野区资源和下一塔 应该是都可以收拾囊中 这样的话 经济 形成了一个反超 而且可以先回家 直接买眼 去下一波不视野了 这波打得就很好了 通过艾尔克的一个麦 然后 中野 包括欧恩 但是再带一波 会不会有点危险 不能带了 这标记里都已经回城了 现在兵哥这边没有队友 感觉回去整补一下 这个龙魂团了 这波龙魂团是关键 看上一波 主要第一次艾尔克换选 换了还不错 然后这个选量换递完之后 直接选择虚击场了 这波还是很集中的 也是一个果断的出击 小麦一下 中单换掉了艾尔克的一个闪 Maple也没闪 这对于标记来说 也算是一个好消息 先把线给抢了 选择去做下视野 但那波团战打完之后 还是要提防一下这个位 这波团战是优势团了 这会有帽子了 这波两边的中单 其实战斗力是有差距的 特别是Maple没闪现 小龙还有17秒刷新 这位置想抢一下视野 但是红色防板是一个抢过来 想抢 但是被撒十分晕了一下 一个Q闪 失误了 假虎了 打了假虎 很关键 直接要死了 Maple是没有闪现的 Maple也被抢了过来 Maple也倒地了 再抢回来一个大招 阿智也要死了 瞬间上周也全要死了 但是特利一下 特利这里 交闪现过去 再Q下 而且还在拉扯 Maple不要死 没有问题 还在继续地追 乌顶给投降了 但是 薰下的技能有没有 跑得有点快 过来减速到 有红霸佛 有红霸佛 他直接动大龙了 凤龙加速 没问题 薰下沿途 比奥俊一换五 俊佳的关键 锁甲猴 给他比奥俊一个很好的机会 可以打猴子的大技 直接给锁甲猴了 薰的猴子分身开得很快 是的 而且这波标记阵型保持得很好 尼古没有能够找到一个很好的进场角度 对 他没闪现 他Q下失误了 主要是Q下失误了 对 他以为这是个真猴 然后这里 所以大招他为奥俊提的不可逐档给闺蜜了一下 主要 尼古这个位置也是齿大了 有奥俊提不从不一样 对的 他们一个抗布六还没有接上 因为这不是Betty的一个队能力很强 Betty打得真大 是的 他的猴子那边有闪 猴子这里还留了二段 直接给他击飞了 打了一个一换五 而且拿到了大龙 但是对手是想动了一个风龙魂 但是现在惩戒还没有好 拼惩的话这里是没有惩戒的 他被借给打招了 打人的打人 先上 23滴起来了 23滴起来了 俊佳连续的失误 不要去抓住机会 能够趁身追击吗 可以追一下 可以追一下这个位置 直接开启一波 俊佳被扫残 给真眼 鲁鲁赶紧给口治疗 但妮口是有闪现的 他在后面 要小心Maple 但是这里猴子也大口天空倒起来了 这个位置 Betty要死 Betty要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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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有机会一波 想一波 想一波 而且如果可以留到阿智的话 真可有机会 Betty的选手也没打出来 沿途没突到 感觉先破一路吧 那可能一波不了了 Betty这边还有大招 5次王闪 冰哥最后 最后的打招了 打到了最后十句时间 拿到了一个人头 阿智还叫做一个闪现 中路的冰线也来了 现在5个人 有点机会 带着大龙buff 带着6重 上胆死了 应该是可以一波的 有6重 还有爆破 没有问题啊 随着两个门押塔的倒地 BIA技的中教 要推掉基地了 恭喜BIA技了 这把真不容易啊 真不容易 2比1 表级率先拿到赛点 虽然经济差距一直没有拉开 但是确实是一个 很惊险的翻盘局